也是您不能不知道要来关注到的是 入境普筛争议持续沸腾 而现在传出 未来不排除要让外籍人士入境居家检疫14天之后 再自费筛检 这样可以让大家更安心 而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出面回应了 说目前这只是停留在构想阶段 过去像是针对高风险的 从纽约回来的华航独班机 或者是敦目舰队等等 都有14天居家检疫之后筛检的经验 效果还不错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构想 但是详细的内容 还是必须要跟专家来做讨论 入境到底要不要普筛 正反意见持续遭风 现在传出外部部长陈时中松口 未来外籍人士入境居家检疫14天后 再次被筛检可行性比较高 思考中各类的想法都会有 原来的政策里面 我们就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那比如说我们对于高风险的 我们有做过 比如说华航的那个班机 那以前我们觉得这样做的效果是还不错 台湾现行针对核准来台的外籍人士 是要求要减负搭机前三天的检验阴性报告 入境后再进行居家检疫14天 但未来不排除在14天的居家检疫后 得在自费筛检采放人 稳民心更安心 甚至不排除要进一步放宽商务泡泡圈 因为目前只有包含纽西兰澳门等 11个低风险国家和地区可以在检疫第五天自费筛检 而中低风险的韩国马来西亚等则是缩短到7天 但防疫也得雇经济 所以将沿拟扩大商务或外交泡泡 针对各国采分级分层开放 缩短检疫天数 不可能永远维持隔离14天 隔离到两年后等疫苗出来 这是不太可能的 你一定要开始找一些替代的方法 就是把检验的工具引进来 缩短隔离的时间 而且你也不能说我这个做下去 还是要百分之百安全 因为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东西 没有有效疫苗或抗药物出现前 想出国旅游很难 但外交经济不能压垮 怎么两拳骑美指挥中心下的美不骑 都得步步为阴 记得上去以陈青春台报道